哈囉大家好 我是明爸 最近啊 松石一塊到了 相信很多人都正在準備要購買電視 那關於電視啊 其實有一些細節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剛好今天我要來開箱這個 JVC65L這台4K HDR大型的智慧型液晶電視 那我們就一起來跟大家分享吧 Let's go 好 不管什麼產品都一樣 如果你要找CP值最高的 你肯定要找當年最主打的款式 那2020年今年最流行的尺寸就是65吋 只要你家裡電視櫃放得下 相信我買這個尺寸就對了 是CP值最高最划算的選擇 那像我家裡的電視櫃 是這種口字型的電視櫃 那我當初在裝潢的時候 其實就有特別預留了比較大的尺寸 所以我家裡之前是55吋 那現在升級到65吋的時候 也剛剛好擺了下 那這台電視啊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 畫面升級了 變大了 那你在觀看的時候 你的視覺感受就會相對的好很多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電視的畫面 解析度非常的好 非常的漂亮 我自己在這幾天在觀看的時候 都會覺得 哇 很有沉浸感 好 再來我們看到這台JVC6L的外觀 那它的大小是1465×891×308公里 那重量大約是18公斤 那放在我家這種口字型的電視櫃裡面 剛剛好 超級大的畫面 看什麼爽度都很高 家裡仿佛就是電影院一樣 那這台JVC6L Google認證4K聯網的液晶顯示器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邊框超薄 屏佔比幾乎是無邊框 那底座也是極簡V字型造型 整個框跟底座都是黑色的效光塗裝 幾乎會讓你忘了它的存在 在觀影時提升沉浸感 那它真的很大 可是它又沒有浪費掉多餘的空間 你看到的全部都是螢幕 那這台電視是由JVC提供品牌 那瑞旭科技提供設計跟保固 那再來我們來看到它的側面 側面相當的薄喔 喇叭跟主機板跟電源元件 你可以看到它都集中在下半部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IO介面 那輸入輸出介面也很重要 一台電視至少要有兩組HDMI才夠用 有三組最剛好 而且最好是HDMI2.0以上 一組接遊戲機 一組接Soundbar 那另外一組可以臨時接手機跟電腦 好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顏色 如果你平常看的是愛奇藝啦 第四台啦 那其實今年買的電視基本上都差不多 因為這些頻道基本上它都提供不了什麼高畫質 可是如果你平常看的是Netflix YouTube的4K HDR影片 那就會差非常多 因為Netflix YouTube身為影印的龍頭 他們對畫質的要求會更嚴苛 顏色的要求也會更仔細 所以像現在很多市面上的智慧聯網電視 它都標榜說它可以聯網 可是你一打開來才發現 它根本就沒有預裝Netflix 這就很拉慘 所以像這台JVC65L 4K HDR電視 它一打開就會有直接支援Netflix 那在遙控器上面也會直接秀出Netflix的按鍵 一按就會直接打開Netflix 那它除了Netflix之外 YouTube Google Play Prime Video 它都直接有那一件快速鍵在上面 我覺得非常方便 像我最近很愛看Lily Collins的i MIDI在巴黎 那它是電視劇版的Prada的惡魔 雖然劇情很普通 但是畫面真是美到極致 看著就是一個享受 那JVC65L支援4K HDR高動態對比 在色彩飽和度啊 清晰度上面都會有更好的表現 那現在看電視基本上就是聯網在看 跟以前拿著一支遙控器在那邊暗暗的習慣不一樣 那你有時候會想要看一些老高 有時候會想要看新聞節目 那除非你有這些鍵盤 不然用遙控器在那邊按鈴位按到兔詢 JVC這台65吋 直接給你藍牙語音遙控 支援中文語音搜尋 打開來直接看 Netflix YouTube這種主流的App 通通內建之外 連輸入你都不用打字 直接用同一支遙控器用講的 問時間啊天氣啊找影片 通通都可以用遙控器直接用說的 不過啊如果你要真的要打字 JVC65L也可以直接用注音輸入 這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目前市面上有部分的智慧電視 只能用拼音輸入法 這一點啊你在購買電視的時候也要注意 有時候你出門在外面看到一些 YouTube上面的影片 那你覺得很有趣 回到家的時候想要把小螢幕 轉成大螢幕來看也沒問題 直接在手機上面選擇投影 咻一下就可以轉到大螢幕上面 ZVC65L的Wi-Fi天線 那可以同時支援2.5G跟5G 那建議大家在家裡的時候 把電視連接到5GHz的頻段 讓它避免其他設備的干擾 它會直接播放你正在看的影片 然後變成後播清單 那它的概念很像在KTV唱歌一樣 有沒有很方便 不只是Android手機能夠使用投放 包含iOS啊Windows 也都可以使用投放功能 像我用Surface Pro 打開Chrome瀏覽器 就可以直接將整個頁面 投放在電視上 那內建Chrome Case 不只是影音娛樂方便 工作上你要做簡報也會變得很簡單 非常實用的功能 前面講了這麼多 我覺得這台電視最大的優點就是 它一開機 你就會看到它是原廠認證的 安卓TV OS 那目前是九點檐版本 你想要擴增任何的APP都可以 你只要打開內建的Google Play商店 你就可以去抓你想要的APP 或者是你可以用隨身碟 去下載你要的APP 比如說像最近剛在台灣下架的愛奇藝 那你可以去找銀河奇異果 或者是找千群 那這樣子你要看美劇、日劇、韓劇 那通通都沒有問題 你想看什麼幾乎都看得到 或者是你也可以去下載 卡拉OK的APP 然後跟家人一起同樂 像我最近就可以跟爸爸媽媽 跟小朋友一起在家裡唱歌 就很不錯 好,總結一下 如果你現在正要買電視的話 第一,你一定要選65吋的電視 目前是CP值最高 只要你家裡的電視櫃放下 第二,你一定要選內建Netflix的電視機種 那第三,你要選Android TV OS的電視 而且要內建Conecast 這樣子你就可以用手機去投屏 做鏡像 或者是你可以安裝你想要的APP 然後來擴充更多可以看的東西 那目前這台電視啊 在Momo上面有做特價 那大家可以自己上去找更便宜的價錢 目前在市面上有很多65吋以上的機種 那從2萬多、3萬多、4萬多都有 那不同價位帶的機種 它的附加價值就不一樣 比如說還有內建Apple TV的啦 比如說還有內建4種HDR規格的啦 可是相對的你要這些規格 你就要付出更多的代價 也就是你要拿更多的Coco出來 所以錢要花在刀口上 今天的JVC65L這台電視 我個人看過大概兩個禮拜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操作也方便 系統也很順暢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大家會先 violence 下 gitu 我們下次見 如果我們 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會再去分析? 首先可以 說明接下來 走出來 一個石頭 我們不可以 看到這一個水果 我們不可以 你走了 我們不可以 連個得到 某一個水果 拉邊 回賣 活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